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揭秘习近平防弹坐驾独一五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 昨天中午乘坐专利抵达香港之后 习近平乘坐专车前往科学园 而夫人彭丽媛则前往戏曲中心参观 习近平的专车由警队负责 车队由五辆电单车坐箭头开路保护 保安非常严密 两边也有警车戒备 这次随行车队中有一款外称 红旗N501 为中国国家主席专用车证 豪华房车座驾 此车前两年开始跟随习近平 出席其他国家外访活动 受到车迷及外国车厂的高度关注 那据之 习近平抗力的专车均配备防弹等特殊配备 那翻查资料 习近平于2017年防港时 所乘坐的座驾为香港警方提供的 宝马7系列防弹车 而以往中共中央领导人防港 如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都是乘坐该款防弹车 那习近平这次防港采用专属座驾 反映了保安规格升级 习近平抗力曾坐的专车大有来头 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最高水平的国家专车 中国当地最网红的黑马 中国品牌红旗 保镖曾坐的私家车 则称为国产品牌的广汽 那习近平车队中的红旗房车 与红旗的H9家型号相似 至于红旗L4 唯一款专为国家领导人打造 从未公开发售的旗舰级长轿车 那据之长春一汽车团早于2016年开始研发此车 车长5.5米 并拥有长达于3,400毫米的轴距 那技术级速比奥迪A8L 宝马7系列及品质S-Class更高 而且配备自家研发4公升V8双Turbo引擎 匹配巴速自动波箱 不过这辆车配备及规格数据从没有公开过 那跟美国及俄罗斯总统专车 同样视为国家级机密 外界估计这类车必须 必备用防弹的防卫功能 那今次同行还有几款国产新车值得留意 就是广州汽车集团GM8豪华7人车 以及一款豪华跑格房车 那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就表示 习近平昨日所乘坐的红旗汽车 除了有防弹的配备 相信也设有侧面防撞的系统 以及进一步保障乘客的安全 但一系列的保安配备也会增加汽车的重量 因此需要用上马力达到4000匹的引擎 估计其身价达到300万元 王岐山跑去菲律宾 小马可思是另一个独裁者 那菲律宾已故独裁总统马可思的儿子 小马可思周四中午宣是就任总统 他在就职演说中高度赞扬王富的统治 大谈其兴建道路和生产稻米的政绩 那他承诺要为国民留下最后一滴汗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函小马可思 称愿一道继续写书 新时期中非友好的合作大文章 那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昨日出席菲律宾新任总统 小马可思就职一事 并同期会见 王岐山就双边关系下部发展 提出四点建议 小马可思就称愿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那王岐山的四点建议 一是坚持援手引领 为中非关系把驼领航 二是坚持对接发展战略 进一步培育新时期中非务实合作新增场点 那三是坚持驼储争议 共同守护南海和平安宁 四是坚持弘扬国际公益 共同促进亚洲和平发展 那世界公平正义和全人类父子 王岐山就表示 中非传统友谊 绵延千载 总统先生及您的家族 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 为推动中非友好做了重大的贡献 中方始终把菲律宾 放在周边外交优先位置 期待同非新政府一到 传承友谊 增进互信 持续合作 那推动中非关系迎来新的黄金时代 小马可思请王岐山 转答对习近平主席的忠心感谢 和诚挚问候 并热烈欢迎黄岐山副主席 来菲律宾出席就职一事 小马可思愉快地回忆了1974年 随母亲访华时的情景 表示非中关系渊远流长 那两国人民相亲相近 中国是菲律宾最强有力的伙伴 木铃友好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菲律宾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愿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与中方携手应对地区挑战 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 那64岁的小马可思 在父亲于1986年 人民力量运动中 被推翻落台后的36年 执掌政权 标志着菲律宾历史上 最瞩目的政治家族大回归 他周四举行宣誓仪式 由一位法官监视 那数以百计的本地和外国政要 嘉宾外交官员 应邀出席官礼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丈夫 任德龙是坐上课 小马可思和妻子路易斯 今年大选当选众议员的 长子桑德罗 以及另外两个儿子一起现身 步上典礼舞台时 现场数千支持者欢呼 小马可思的母亲 两天后将年满93岁的爱美代 也出席典礼 小马可思宣誓就职后 发表约25分钟的演说 期间至少三次提到 父亲马可思的政绩 那阐述父亲执政时期如何美好 强调他将带领菲律宾 重回黄金时代 小马可思呼吁民众保持团结 承诺在任期内推动变革 改善民生 提高粮食积极率 大量投资基础设施 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并致力于加快经济复苏 那提振国家竞争力 要为国民留下拒后一滴汗水 那俄乌战争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小马可思在竞选期间 曾承诺将主食大米的价格减半 为此他日前宣布 由自己临时兼任农业部长 小马可思的母亲 艾美戴在2018年被判贪污罪成 目前正在上诉 小马可思上台被形容为 非国历史上最瞩目的 政治家族大回归 但反对派批评他利用这个机会 为家族黑暗历史洗底 批评者描述马可思的统治 是侵犯人权和腐败的黑暗时期 使国家陷入贫苦 那反对派左翼新爱国联盟说 小马可思拒绝承认 其父亲的暴虐和错误 还说当年的独裁统治 是菲律宾的黄金时代 显示小马可思极可能延续 其父亲的黑暗遗产 那在对外关系方面 小马可思曾表示 他将不得不在 北京和国防条约盟友 华盛顿之间走一条 非常非常细的钢丝 那虽然他表示 有意提升与中国的关系 但他也誓言 要坚持反对中国对菲律宾 主权利益构成的任何威胁 要保证在南海岛屿主权 受争议的问题 捍卫菲律宾的利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日就致函祝贺小马可思说 不久前我和你通电话 就中非两国坚持 睦邻友好 携手共同发展 达成重要共识 我愿同马可思总统一道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 去写新时期中非友好合作大文章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激进穆斯林乱刀刺死印度裁缝 那因为印度执政党人 侮辱伊斯兰先知 穆罕默德而起 扰让于一个月的印度教徒 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紧张 发生暴力血案 那在北部拉贾斯坦邦 有裁缝因支持辱回言论 被乱刀砍死 那激化局势 印度社交网络上出现 报复袭击穆斯林之言 证件人士和著名伊斯兰传教士 且谴责杀人 拉贾斯坦邦首长誓言将严惩犯事者 及呼吁民众冷静 警方加强戒备 防卫骚乱 印度新一波教派紧张 源自于执政印度人民党 全国发言人夏尔玛 在5月底一个电视节目发表 侮辱伊斯兰先知 穆罕默德的言论 触发了各地穆斯林愤怒抗议 和约20个伊斯兰国家 传造印度使节 夏尔玛本月被停职 那在拉贾斯坦邦 乌代普尔市 48岁的裁缝拉尔存放手机的一则 支持夏尔玛的话语 6月10日 在其8岁儿子用其手机玩游戏 误传社交网络后 引来激进穆斯林的滋扰和恐吓 他被邻居等素人监视 跟踪 即将其真实姓名照片 位置列于WhatsApp群组 拉尔曾报警求助 并应受恐吓而持续休业 但周二复工便遇害 那周二下午 两名激进穆斯林 阿赫塔尔 穆罕默德 乔装顾客去到裁缝店 用切肉刀袭击 那凶手事后上载犯案短片 旨在拉尔侮辱先知 穆罕默德 以将之斩首报仇 他们另有社交网络短片 展示利刀 扬言计划同样杀死总理莫迪 两个凶手周二被捕 警方又拘捕了 涉案另外5人 有官员称阿赫塔尔和总部 在巴基斯坦的 逊尼派伊斯兰组织有联系 但巴基斯坦政府否认 那验尸报告指使者因失血过多而死 那其警像是肩膀有26处的刀伤 身上其他部位另有24处 单是警部被砍了7到8下 那帮警方就告诉CNN 死者身上的割口都很深 包括警部的 但没有被斩断头颅 那案件引起社交网络激烈的反应 一些印度教社交群组呼吁成员 拿起武器攻击穆斯林 导入警局袭击两个杀手 那印度教徒的命也是命标签的贴文 关乎拉尔谴责袭击的推特贴纸 在案发后涌现 帮政府就宣布封锁互联网一个月 阻止血案短片进一步的流传 同时宣布戒严 禁止公众集会加派警力 拉尔周三出病 那数百名的印度教徒 在其屋外聚集 要求猝死凶手 昨日该帮批出了个别许可 代表不同印度教团体的数千人参与 静默游行 但部分示威者人呼叫施法制裁的口号 并在途经案发现场附近时 扔石头一度造成混乱 首府灾普尔等区 有店铺因抗议罢市 有的则因气氛紧张而关门 新德里班加罗尔等市 周三亦有印度教团体示威 印度过去曾发生教派骚乱 比如2002年 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冲突 酿成最少一千人死亡 莫迪至2014年领导印度人民党执政 推出启示穆斯林政策 被批评扩大印度教与穆斯林的矛盾 换个焦点 东京疫情升级 调升警戒等级 日本东京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专家认为疫情证再度扩大 东京都政府决定将疫情警戒等级 调升一级 到次高等级 那东京都昨日新增 3621宗确诊病例 较上周四增加1208宗 连续13天高于对上一周的同日 东京都至今累计病例 159万8800多宗 事件575人死亡 东京都政府昨日举行 疫情监控会议 在与会专家认为 疫情正在度过大的情况下 决定把疫情警戒等级 调升一级到次高等级 那东京都政府 6月16日才把警戒等级 调降一级 没想到才过两周又调升 那不仅新增确诊病例 有增加的趋势 那被认为传染力较强的 奥密克戎亚行变异株BA5 占比也同比增加 那另外 东京都出现所中 奥密克戎亚行变异株BA4病例 专家指出 在持续推动民众 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同时 有必要让高龄者 及重症风险高人士 尽快接种第十剂 那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 国际传染病中心主任 大区贵夫认为 那东京疫情扩大的四大理由 分别是炎热 人流增加 软疫及疫苗带来的免疫力减弱 及变异株 那大区就说 天气热让大家待在 空气不流通的冷气房内 机会增加 人际移动越来越频繁 造成接触机会大幅提升 那随软疫及疫苗 接种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人拥有的免疫力减弱 还有就是病毒株 持续被置换为 传染力看似更高的BA5 那大区就认为 东京疫情未来 很大可能会快速扩大 呼吁大家警戒 除了东京都疫情走高 邻近的神奈川县 昨日新增1242中确诊 大阪府新增2193中 冲绳线增1727中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三星量产3纳米晶片 领先台积电 南韩三星电子 昨日正式宣布 开始量产3纳米晶片 领先台积电 及英特尔等国际竞争对手 三星将可因而提高 晶片性能23% 缩小晶片面积16% 韩联社报道 三星电子昨日正式宣布量产环绕杂集 GAA架构的3纳米晶片制程 余设有极止外光 EUV设备的华城院区投入生产 据习投入生产的3纳米制程 与三星既有的5纳米制程相比 晶片面积缩小16% 用电可节约45% 性能提高23% 明年预定引入的 第二代GAA技术的3纳米制程 将可进一步节约电力达50% 提高性能30% 缩小晶片面积35% 三星电子就称 三星这一次应用3纳米制程 领先全球 今后还将积极开发 逐一领先同业的技术 构建快速提高 制程成熟度的系统 那根据市场调查机构统计 今年第一季 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 由台积电以53.6% 高居第一 三星电子以16.3% 位居第二 三星料汇机网 借着这次率先推出3纳米制程 追上最大劲敌台积电 那在此之前 三星与台积电的最尖端制程 皆为4纳米 那台积电先前表示 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3纳米制程晶片 那根据报道 三星继这次3纳米制程 投入量产后 规划在2025年 投入2纳米量产 好的那以上就是 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